各位Tia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 那今天相信有很多好朋友在这边 但是我只有三分钟 所以我就不一一打招呼了 今天呢 很荣幸能够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行政院最新推出的数位建设的这一个项目 数位建设大家知道是前瞻基础建设的一部分 前瞻基础建设里面还有水资源 绿能 城乡跟轨道 数位建设里面有五个主轴 那第一个呢是关于网络安全 第二个是关于宽频的普及 第三个是文化内容 第四个是政府的服务 第五个是人才培育 那在前两项就是网络要安全 然后宽频要普及到每个地方 相信呢这是大家的共识 而且相信在场很多人比我更了解 我就不多加赘述了 所以我接下来对另外三个分项稍微说明一下 在文化内容这个分项里面 我们最主要的核心精神在于开放 开放就是希望让内容跟高画质影视 产生流程的各个环节 能够把有形跟无形的文化资产 不但把它数位化 而且把它数位化的过程 也变成一个文化资产 也就是说不管是故宫典藏 各个文化部所属的博物馆 乃至于公式制作4K影音的 这个过程的pipeline 都应该成为一个 大家可以开放共享的一个资料库 跟知识库 如此就好像先铺下一层肥沃的数位的土壤 然后结合大家的创造力跟想象力 第四主轴政府的服务 则是因应数位化的政府流程 这件事情呢 在过去往往有各种各样的障碍 是因为系统之间不能用共通的方式来互相接取 也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先让政府的各个部门之间 用共通的方式彼此衔接 人民才可能在网路上获得更多 更好 更快的政府服务 那么这样子一站式服务的体验 我们很坦白来讲 就是要去整合 之前卡在各个部会里面的 好比像说公共民生的防救灾 水资源 地震预警 空气品质 这些东西就需要整合在一起 这个呢 共通性就是政府服务这个环节要处理的 接下来最后 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 就是人才培育 说得再精确一点 就是培育跨领域的协作的能力的人才 协作的意思就是 我虽然对你的领域其实不熟 但是呢 我愿意去学习跟了解 而且可以很快的在不同领域之间 去切换各自的认识的方法 过去学校是不教这个的 学科跟学们人为的把这种知识切开 但到今天如果没有协作能力 根本不可能出现 出现解决新问题的人才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今年特别强调 人跟人的协作之外 人的学习跟机器学习的协作 也是一个重点 所以我们会投入高速的CPU跟GPU的运算 想办法把机器学习融入每一科 或者甚至是把科的这个概念 整个把它打破掉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报告 谢谢各位朋友的聆听 在这个过程里面 政府能够做的是非常有限 大部分还是要靠各位民间朋友的协助跟参与 那再次感谢 也祝福这次大会顺利成功 谢谢